大家好,歡迎來到聖經徵讀 我們這個主題會講魔鬼是什麼 從聖經的角度來看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看呢? 因為這個坊間裡面包括電影有鬼片 節日裡面有鬼節 又有萬聖節 趁著萬聖節之前也想講清楚 這個魔鬼是什麼 讓大家清楚了解一下 我們的資料就放在Facebook page 專門有一頁開出來 專門講從聖經中看什麼是魔鬼 當然是聖經徵讀的page 大家可以容易找到 如果打齊了這些字就會找到 Anyway我現在都會告訴大家 從聖經中看什麼是魔鬼 我們可以從耶穌的角度開始去看起 好,我們來吧 好,那 好,講耶穌趕鬼先 首先就是加伯龍在安息日會堂裡面 那麼被鬼附的徵狀 就是被污鬼附著的 以及被污鬼的精氣所附著的 好,魔鬼看到耶穌的反應了 就是拿撒人耶穌 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 你們滅我們嗎 我們知道你是誰 那是神的聖者 那麼大聲喊叫就說 啊,拿撒人耶穌說 我們跟你有什麼相干 你們滅我們嗎 我知道你是誰 那是神的聖者 好了,這裡有兩個出處 所以就說兩次了 好了,馬可福音就說了 不要出聲 從這個人身上出來 烏貴就叫那個人抽了阿風 大聲喊叫就出來了 那路加福音就說了 耶穌就扎逼他說 不要出聲 從這個人身上出來 鬼就把那個人摔倒在眾人中間 就出來了 卻沒有人害他的 好了,到第二了 就是格拉森的地方 那當時就有個凶猛的鬼 就住在這個墳營裡面 那魔鬼就見到耶穌的反應 就說了 他們喊叫說 神的兒子 我們跟你有什麼相干 時候都未到 你就上來這裡 讓我們受苦 那鬼就央求耶穌就說了 如果將我們趕出去 就打發我們進去那些豬群裡面 那所以呢 耶穌是怎麼說鬼的 來了 耶穌就說 所以是說的 去啦 鬼就出來 那麼 進了豬群 那麼忽然 就闖著山崖 就投在海裡面 全部淹死了 那這個出處就是馬太福音 好了 那這裡呢 也是說到格拉森的 那出處就是勞家福音 跟剛才一樣的 那麼 這裡呢 我講得更加清楚了 被鬼父的徵狀 這個人呢 就很久沒有穿 不住房子 只是住在一個墳營裡面 鬼呢 屢次來捉住他 他常常被人看守 又被鐵鏈 和腳鳥捆鎖 但他竟然呢 就將這個鎖鏈 爭脫 被鬼呢 趕到曠野那裡 那麼耶穌看 那魔鬼看到耶穌的反應是怎樣呢 那成女一個呢 就被鬼父的人 就迎滅以來 他看到耶穌就 就俯伏在他面前 就大聲說 至高神的兒子耶穌 我與你有什麼相關 求你不要讓我受苦 或者就央求耶穌 不要吩咐他們 到毛底坑裡面去 那麼耶穌怎樣趕鬼呢 耶穌就說了 你的名字叫什麼 然後這隻鬼就叫了 我的名字叫做裙 這個是因為他附著的鬼很多 所以那些鬼就央求耶穌 給他們進入豬裙裡面 那麼耶穌就給了他們 剛剛那裡就跳到河裡面 好了 另外馬可福音 這裡又繼續說了 那就是 好了 耶穌准了他們 所以烏鬼就出來 入了豬裏面 於是那群豬就闖下了山崖 頭在海裡面淹死了 豬的數目大約有二千 好了 講完這個故事 我再給大家休息一下 往該薩尼亞的 肥立比的村莊裡面去 那麼被鬼腐的徵狀就是 被鬼捉弄 他將他摔倒 他就口中流沒 就是流水 咬牙似齒 身體枯乾 鬼就屢次將他 在火裡面 水裡面 要滅他 那麼魔鬼見到耶穌的反應 是怎樣呢 他一見到耶穌 那麼鬼就叫他 重重的 就抽風了 就是抽速了 那麼 賭仔在地上 回來覆去 口裡面又流口水 那麼鬼就哭叫 就令到那個孩子 大大抽了一陣風 就出來 那麼小孩就好像死了 那麼耶穌拉著他的手 扶他起來 他就起來了 那麼 那麼耶穌是怎樣說鬼的呢 那麼耶穌就問他的父親的話 他得了這個病有多少日子呢 那麼就回答說 自小開始 那麼耶穌對他說 他說 你若果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親呢 立刻就喊叫說 我信 但是我的信心不夠 求主幫助 斥責 接著就斥責那個烏鬼就說 你這個龍 雅的鬼 我吩咐你從他裡面出來 不要再進去了 那麼 那麼這就是馬可福音的內容來的 那麼同樣的情況 就是馬太福音呢 就有另外記載的 就是 講到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跪下 就說 主啊 蓮啊 我的兒子啊 他呢 受到癲癇的病 受得很慘啊 他屢似的跌在火裡面 跌在水裡面 那麼耶穌怎樣說鬼呢 就說 這個不信 又撥某的世代 我在你們這裡 要到什麼時候呢 我忍耐你們到什麼時候呢 將他帶來我這裡 那麼耶穌就斥責那個鬼 那麼鬼呢 就出來了 那麼好了 那麼被耶穌醫治的情況了 那麼我就帶他到李門徒那裡 那麼他們也不能夠醫治他 那麼耶穌就說 至於這一類鬼 如果不討告 禁食就不會出來 又不能夠趕他出來的 那麼從此呢 那小朋友呢 就好了 好 那麼 講到這裡先 那麼之後呢 會繼續講案例的 好了 那麼 就回來做繼續